今天晚上大家在煩要煮什麼團年菜式呢? 不用愁,我們請到資深營養師王永俊和John 還有我國際巨星豬Jack 其實他是山寨版的豬Jack 其實我作為一個奧巴 無時無刻都要保持自己是最健康的 我不可以做隻豬的 其實阿豬先生,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吃得好 又不能胖 John,我們是不是有些健康得來又好吃的團年菜式介紹給大家呢? 沒錯,我準備了一個貨魚輪轉給大家 希望各個市道都可以有所好轉 首先,讓我先介紹一下現在的食材 第一,就是乾瑤柱 乾瑤柱我們會先浸水 為什麼要浸水呢? 因為我們想把它變得軟身一點 一會兒我們會更容易熟 記住一會兒,瑤柱水不要倒 我當然知道了,什麼的? 我幫你珠珊 朝人洗版你就知道了 但是瑤柱水怎麼用? 你這樣知道嗎? 知道 那真的怎麼用呢? 哈哈哈哈 其實瑤柱水是我們買獻用的 我們就先把瑤柱拿起來 我們先做這個過程 我們已經浸軟了 剛才我已經很快就把它變成絲狀了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就要做另一個步驟 就是把我們的金菇 把它弄散 然後把它切成一點絲狀 這樣就可以了 一開二就可以了 冬菇本身我們買了一些是乾冬菇 都要把它先浸軟了 浸軟了之後 我們就準備把它切成小條 紅蘿蔔我們都會先切片 鋼瑤柱和魚膊一起的步驟 那冬菇呢 就要先在中間開一個洞 加水蒸 然後在冬菇的中間 放上切好的紅蘿蔔 冬菇和金菇 接著就把魚滑做成一個一個波 放在冬瓜上面 記住喔 先在冬瓜上面加一些省紋 放魚滑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散開 跌下來 放好魚滑之後 蓋蓋蒸20分鐘 之後用粟粉、鹽、生抽、麻油 和腰柱水打回的獻 再淋在冬瓜上面 那就搞定了 老宋這個菜 材料又簡單、又清淡、又健康 不用煩啦 對呀 更好認知你們 就可以健健康康地團練 恭喜白菜 Lavra祝大家 後年行台灣 心想事成 財源滾滾來 恭喜恭喜